佛山年轻人陈英杰 从泡沫喷漆开始 用中国水墨 重新诠释了西方涂鸦 自从2012年 在瑞士的一场展览上 开始站露头角 90后画图男陈英杰 成为了全球艺术展 和国际品牌的宠人 有些时候我想脱离 我们传统用的画笔 用电状 用打蛋器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把 电状这种旋转 跟画笔结合在一起 其实很多传统的文化 在循环的时候去更新 所以我通过这种技法 把这种无限旋转的概念 画在这个形式上面 我拿起喷漆的那一刻 我就很自然而然地 把选墨的理念 我对国画的理念 毫无保留地 适用在国画的上 人数据 对方的主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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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种人 对方的主要 我看出来 是 你这种人 是 你这种人 对方的主要 所以 我看这种人 我看这种人 在这种人 画若其人 依传统的国画艺术文基石 留存永续 循环创新 两个不同代际的画者 都在中国水墨中 找到了归宿